叶利伟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又带着东方女性特有的温婉气质 她仔细和面包师傅沟通 叮咛每一个制作的细节 叶利伟14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移民巴拉圭东方市 在东方市从事进出口生意 后来土地遭人侵占 痛心失望之余 全家移居到气候温和的圣保罗市 起初和姑姑在自由区开设餐厅 但三年后身体不适离开餐厅 但人生难预期 她顶了一家面包店 一头就栽进了烘焙业 最困难的就是说 因为是做冷冻面包 有时候冷冻车呢 是凌晨才开始从圣保罗出发 到里约 那里约的温度 它是比较高的温度呢 那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尽量在凌晨的时候 冷冻车 冷冻车开始一出发 我就没有办法睡觉了 我的心就跟着这六小时的路程 跟着他 只有听到凌晨六点多 打一通电话来 跟我说 啊 Lona Viviani 我们到了 那个时候 我的心总算安定下来 真的好好的睡一觉 叶利维坦诚 一开始踏进烘焙业 相当难摸索 巴西人特别喜欢肉类 比如鸡排 牛肉 牛排 都要当场制作 热腾腾的肉 放在面包里面 甲点青菜 不放什么香精 好吃的秘诀 就是新鲜 比如说 我手上这三样东西 这个呢 它做好以后呢 它是里面 有所有的乳酪 鸡肉丝 青菜 还有 番茄 融合在里面 那做好 当然做好以后呢 我们给立刻就呈现在 在客人的面前 给他们好好的享用了 而且巴西人呢 他们很喜欢吃新鲜的面包 它的口味跟欧洲 跟我们东方式又不一样了 我们的是现做的面包 然后呢 他们的要求是要 制作的配料呢 也是当场做的 所以说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这座面包的劳累不算什么 最困难的是管理劳工 巴西的工人呢 他们一天只能做八小时 然后加班 不是说因为给他加班费 他就可以加班 一般的呢 他们宁愿放弃加班的薪水 他们也愿意提早下班 然后他们的工人到一年以后呢 他们就自动跟你说 他要走了 他不是像我们台湾人 对一份工作的那种热爱 他们比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向心力 很快的 业绩如同发酵面团一路发发发 面包店供应52间连锁店 另外还负责5间五星级饭店的早餐面包 在半年内业绩成长50% 两年就成长了一倍 事业稳健成长 但始终没忘记自己是台湾的女儿 在巴西他像个妈妈照顾巴西的台湾人 担任重振会理事 用美食凝聚台湾人 同时他更关心台湾年轻人的未来 喜欢台湾 真的是很喜欢台湾的美食 喜欢台湾的风情 喜欢台湾的一切 只希望说 我只希望现在的台湾人 的年轻人有能像我们上一代那些的老年人 有那份对工作的热爱 然后我们多走出台湾 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毕竟我们台湾人的努力 是不会比别人少的 我希望台湾 能多给一些年轻人的表演舞台 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舞台不够大 我们台湾的竞争太大了 大家太辛苦了 可是我真的希望台湾人走出世界 以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辛苦 这个智力 对事情的专注 我相信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一定会做出比任何人都更棒 更好的成绩 我希望桥姐带我们这些年轻人 做出一些对巴西有贡献的事情 然后拿着我们的国旗 让巴西人知道说 我们是made in Taiwan 不是made in China